YG娱乐在今天公开表示 BeeBan将在今年春天发表新歌 而新歌的录音工作皆已完成 目前已经在拍摄MV中 消息一出让粉丝们相当惊喜 这是BeeBan即2018年3月发现单曲《花录》后 时隔4年再次发表新曲 当时BeeBan的歌词中唱到 想念的话就回来吧 就在原地等我 正如歌词所说的 BeeBan遵守于粉丝们的约定 在鲜花盛开的春天再次与大家见面 但BeeBan的粉丝联合会发表了声明 指责YG娱乐公司作为BeeBan的经纪公司 却连经纪公司最起码的职责都没有尽到 因此粉丝联合会决定举行卡车示威 呼吁YG明确胜利退出BeeBan BeeBan已经成为四人组合的事实 不要放任BeeBan官方SNS及FanClub 好好对其进行妥善的管理 BeeBan的粉丝联合会表示 经历长达5年的空白期 许多粉丝热气期待着BeeBan重返舞台的那一天 YG娱乐公司应保障BeeBan进行演艺活动的权利 粉丝们要求YG不要再放任恶意谣言和恶意留言的行为 对相关行为进行采取严厉的法律应对手段 并向粉丝们共事处理情况 并且成员胜利卷入夜店门而宣布退出团队 目前BeeBan还剩下四人 大家是不是都很期待BeeBan的新歌呢 究竟会以什么方式呈现 也让大家非常好奇 爱都含舍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